我第一次讀油啊 Hello 文迪 现在我在台北的淡水 开展了这个 完全没有的话 喜欢去边都去边 很Chill的 二与心理 对自己好一点的 两天一夜淡水之旅 是我讀油 可以说是人生第一次 到那么上一年纪 我觉得是不是自己要试试去旅行呢 因为如果跟Tiva去 通常它都会安排得很好 我就在这里不用烦 BB8的backpack 这间就是我家文苏 它拍出来是大一点的 小小小小一点 不过我今天一个人就OK了 有个老台仔 OK啊 我的目标是一个 向着海边走 看到海了 看到海了 这是河 看到河濱 厄纪 我很记得这个厄纪 因为我们不懂得那么试试 它的口味之酸 我记得好像附近有个酸梅汤 很好喝 我和P牌最记得一口水 就是它的酸梅汤 酸梅汤 P牌我买出来喝了 啊 哎呀 今天这间冰没开啊 这么漂亮 这间很漂亮 有没有排冰 现在要排队 不是很长龙 可以排一会 今天不趕时间 好了我本身还在排队 然后打算买外卖 然后坐在那个 那边吃 然后他看到我一个人 他说可以安排在外面的位置 完全是我的手 这个位置就是这样 我觉得也OK啊 好像很好吃 但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吃不到 我都吃了很多 哇 这个是我的河河 我没试过自己一个吃完 那个泡冰 我叫了这个白肉 但是我以为他会放在那个泡冰 我先散一张 应该要有汁又有 芒果又有 冰又有才可以的 好美味啊 好凉爽啊 这个冰真的很绵 芒果很甜啊 酱和冰的比例都很好 而且它的芒果肉很多 这种是药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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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凉的 这种是药果肉 对对对 放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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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哇 它涌得太快了 刚才冰很好吃啊 我以为自己会吃不吃一个刨冰的 因为我觉得会很冷的 但是呢 咱们因为它是那种 会很幼的 然后吃弄吃喝 走吃完 可以用它 一直向前走 这里有一间书店 子卻是好的 好像其实挺漂亮的 不同的地方旅行域都会去书店 日本吧 台湾呀 但如果跟Piva就會悶到她 好棒啊 原來她不是書店 她是書屋 因為她是圖書館 她不賣的 她是給人去看的 這個書屋是一些公益活動 是慈善所以不賺錢的 應該是鼓勵人多看書 給多些人來看書 100台大就叫入場費 你可以留多久都可以 她會提供一些茶水給你喝的 如果要在香港有一間這樣的書屋 基本是不可能 我就上來這間餐廳看日內 想不想吃少少東西 這麼少人都會咬大 因為那些東西不好吃 為什麼這麼重 有發生這個師傅了 其實我不是特別想喝這個藍色 但我覺得好像來到海邊 一個藍色的飲品是挺不錯的 雨雪味 可能再次看不到日內 整個太陽也不用看了 是不是就很多人那一堆 晚餐就約了朋友吃這間淡水的西餐 裡面也挺有格調的 然後來到這間餐廳 非常有感覺 它是一間素食的餐廳 它有素披薩 素意粉 即是素西餐 我點了這個就是鐵觀音 茶味的意粉 有皮蛋 我點了這個 我點了這個是 抹茶啤酒 它會在你面前倒一些抹茶在上面 一先喝一口抹茶 然後呢 它的抹茶會自己融入啤酒 我本身沒想要點這個 我幫我朋友說 自己一個女友就要啤一啤它 嗯 驚喜 這個 原來頭一口已經有啤酒味 但是它不好 原來抹茶啤酒那麼搭 嗯 挺好的 挺容易入口 不然還有葉西餐 哈哈哈哈 不是吧 很吃到鐵觀音的味 但它的質感有些茶葉的粗糙 很淡淡的茶香 但不是真的很好吃 得出了 可能都是很堅密的 伏伏的東西 但是它是OK的 很錯的味道 吃完飯 我朋友說要幫我拍一些很飄逸的照 因為我穿了一條白色的裙子 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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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淡水 早上大家 現在呢 開始我第一行程 今天的行程呢 其實只有幾個小時 我想三個小時 因為呢 這裡來機場好弱 我傍晚就回香港了 所以其實也不是很多時間 你把我這個兩天一天加起來 在淡水的一天行程 如果你不住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行程群 過來一天游 這樣 今天超好天啊 耶 開心啊 好漂亮啊 這條路 吃個早餐先吧 看到一間很漂亮的店 其實我昨天經過已經看到了 我的早餐買了 其實裡面也挺漂亮 而且還有冷氣 但是我想來這個草地一邊吃 好熱 好熱 不知道記得就可以這樣坐 這些草 我叫了一個白鳥 才能過呢 那個白鳥才能過呢 白鳥才能過 先吃了一個泡芙 他們招牌 哇 哇好難過啊 好難控制啊 是不是應該要放進去吃啊 應該要這樣 OK 瓶子泡芙 我去樓心的 樓心的 樓心的 奶味 又不是很甜 反而是很香的奶味 想享受大戰 吃了一隻的 然後就是試去蘑菇吃風蛋糕 超好吃的這個 超好吃的泡芙 因為它的蘑菇很甜 或者當作啊 因為蛋糕 白鳥茶香 好香啊 哇 好棒啊 哇 原來在海邊吃東西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為什麼 整個環境多美 好像很優雅 你看看我現在 山長水魚走到這裡 這個有一點是 在網上 所以想過來試 雪糕 好有日本的感覺啊 這裡呢 這條街也好有日本的感覺 啊 謝謝 很漂亮啊 這個是芝麻花生 雪糕 哇 好濃郁啊 嗯 嗯 我看冷氣的地方都軟溶了 因為它有很多原材料 它的味道超濃郁 但我覺得它整個花生應該很膩 因為甜品是令我精神 又吃了雪糕了 這條街真的很像日本 日本啊 日本的小街 一個人在外面 一個人在外面 為了紀念今次讀油 決定寄一張明信片給自己 其實我是很喜歡收到Postcard 以前讀書 朋友去旅行 就會寄Postcard給我 所以我是存了很多 以前會貼出來 這個就是當地人很喜歡吃的排骨飯 它有排骨 還有這個炸蟲 這個旅程就以這個排骨飯完結了 正當快樂 在拿回行李的時候 糟了 我要開這個 方法 是說要了一張紙 不要拿個號碼紙 怎麼辦 我不怕 我看不到原來 他說那個櫃要拿一張號碼紙 現在我沒有號碼紙 開不完 然後我去了新聞廠 我以為他新聞廠會幫我打電話 我沒有開漫遊 他教我去公共電話打 我最後問了他們借電話 要支持他們 幫助他們 太好人了 因為我問了幾個台灣人 都不太好 這次獨遊其實都是想給自己一個喘息之旅 淡水近近的 又靜靜的 還有海 基本上都是稀稀稀稀 大家有時候都要給自己休息的空間 不是想想之後做什麼 而是什麼都不要想 希望下次可以去一些遠一點的地方 記得訂閱了 拜拜